北京近日严重的空气污染 是北京壳这种戏虐的说法在外景人世间流传 北京壳指12月至4月间干壳烟氧的症状 到了北京就发作 离开北京后会自然消失 一些南方人也表示 他们到北京或者是北方一些城市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依据最新统计 截至去年底 大陆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亿9390万人 占总人口的14.3% 大陆正引惊人的速度进入老年化 未复先老的特点让其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据大陆理财周刊报道 大陆目前的女性就业率已经接近70% 统计资料证明 圣女率与城市化率成正比 财富越多的地方 圣女率越高 消费水准也越高 农村几乎没有圣女 中小城镇较低 大都市则为常态 大陆过快的电子商务发展 也为服务品质带来挑战 根据中国电商为统计 在去年11月11日双11的购物潮后 只有34%的消费者还愿意参与12月12号双12的购物节 新红尔亚的电视真正比报道